HELLO 大家好 我是漫画9 欢迎又回来玩《漏望者柯南》 我们又回来塔普西岛 继续玩我们的生存游戏 这一集暂时还没有什么攻略 还是开始生存的 算不算是少攻略呢? 今集我们继续提升我们最基本的战斗能力 以及找一些新的素材 上一集我们继续了动物圈 动物圈当然是我们提升能力的最基本的第一步 就是要有一个奴隶帮助自己 我们已经建好了 盖好顶部 也可以开始弄新一套衣服 我们看看资源够不够弄新一套衣服 应该都够了 只要把皮革都塞在这里 就可以开始弄第一套衣服 最基本的第一套衣服最快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做中型襯箭 中型襯箭就是用皮革够醒的 这两件事都比较容易得到 皮革就是我去杀鱷魚 就在鱷魚上拉一些瘦皮出来 再用瘦皮拿去刚才拉皮肌 就用这个树皮拉一些皮革 那我们就有这两件东西了 这个也是用草做的 大家上一集都看到了 那我们做五个之后 这里有三个 然后这里有五个 那我们就可以选一套衣服最基本 因为我有买DLC的关系 那会有很多款式上的选择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应该还可以做最基本的这套中型襯箭 啊 要铁啊 那我们应该要先找铁 是的 我们还需要铁 那我们就今集去找铁 以及去找帮手了 那我们现在弄好了一些箭 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去下一步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 其实我们住在这个位置 那我最上一次 第一次新玩这个 流亡者阿南这个塔普西岛的时候 大概有一两种动物在哪里捉 我都已经找到的了 那就是一落一只 这一只 应该我没记错 另一个呢 就是这里沙滩的 那我们首先去这里沙滩 那因为这个沙滩 我们捉的那只动物呢 就比较容易捉 就是这个鱷鱼 那鱷鱼是附近 因为它的侵略性比较低的关系 我比较容易走得了 那所以呢 可以捉捉鱷鱷鱼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我也都相对来说 会轻松 和安全得多 那我们直接走沙滩 因为我们走上面的森林呢 有某程度上也有机会 撞到野狗 那样会攻击我们 那野狗的速度和蘇狗差不多 那所以呢 野狗的威胁性 是会比这个鱷鱼高的 那我们就 一于就跑沙滩啦 因为鱷鱼是追不到我们的嘛 那在我们前面那只艇附近呢 就会有鱷鱼捉的 但是也都在附近呢 那里有一只鱷鱷鱼的BOSS 我们要注意一下啦 那我们现在走过来 咦 但是好像不在那里 我记得是在这些位置附近的 咦 啊 前面这里 不是那些石头来的吗 那我记得是在这些位置附近的 我记得是在 啊 前面这里 不是那些石头来的吗 难道改了板 啊 啊 会是有人的 啊 以前这个世界没有人 这样东西 现在变成有人的 那就是我可以随私捉奴隶 的了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再想办法去找这个 动物啦 因为这里的鱷鱼 已经不再存在了 好了 那我们要找铁 那铁呢 就在我们前面这个山脚底呢 应该就会找得到的了 好了 那这里可以挖到我们需要的铁啦 那我们先挖满个铁 然后回去呢 我们再弄一套衣服 好了 回来了 那我们还想着 可以有这个鱷鱼 一路一起 弄的情况下 那我们现在失败了呢 那我们就唯有 弄了这个铁 那我们拿铁回来 在这里烧吧 那我们烧了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弄一些 铁装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去学一些铁的 知识 那我们先拿回来 那我们 防具这边 其实暂时都不用怎么弄的 的 宗教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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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暂时在这里先 接着之后呢 生存那里呢 那我已经学了 这个屠夫这些都学了 染料学完先 曬干架炸汁机 这些都有需要的 箱有需要的 马都没找到 就不用你去住了 这些暂时都不需要住 好了 那烧铁需要一些时间 那我们需要等它搞定的 那我们先弄一下其他东西 那我们先弄一下其他东西 先弄一下其他东西 那那 那现在我们应该要弄一下 铁像台的需要 这个 石 要50铁 接着之后 这个也有需要 要拉木板 和繩 蟹腩来的 这个是蟹腩和鱼腩 这两个都要弄 接着之后呢 这些都要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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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弄了 拉了一些木板 先拿回一些木 好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暂时烧了 多一点点的铁 那我们可以弄一些工具 先 那 例如我们弄完这个 稿和斧头 好 那 接着之后呢 再弄这个 战斗虎 哦 两个斧头 差那么远 但我之前是一样的 真有趣的 真的 那 我们的战斗虎 还差4块铁 好 那我们有新武器用了 那至于套3呢 我们的铁大概是要 我们先看看 数一下 18 加12 13 153 153 65 65 即是77 OK 那我们要等77 够铁 才弄了套3 既然是这样 走音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把一些 纳杂的东西收起 它先 减低 我们会有机会 吊落 損失的资源 那之后呢 我们就出发了 那我们去哪里呢 那另一个地方 有机会有 这个动物的呢 就是这里 那我们就去这个位置 那顺便可以去重新点 那个 烂船那边 那边呢 我们去点击一些 船员的尸体 那来完成 这个旅程的 那我想说呢 它设计到这样呢 那些船员 应该不是就这样 流落到这里 就死了 它是有个障缝 它应该是 来到这里 建了一个障缝之后再死 好了 搜寻船尸体完成 那我们继续走 那我们继续走 应该是这里 咦 上面多了一个型 以前没有的 果然是改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游过去对面 那在对面的沙滩 应该是类似 像鱷魚那些蜥蜴怪 会 襲击我们的 那我们小心点 游过去 那我们沿着前面那条斜路 可以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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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以前 就是有这个 劍似虎BB竹的 那现在 我也不清楚 还有没有在这里 就是这些 整个寒流怪客的怪物 那样的东西 那他们好像已经 发现了我们 还是劍似虎 发现了我们 好 这里没有 是这些新型的 不知道什么猫 猫状的 动物 原来不是 劍似虎 我记错了 其实是他 改版还是记错 我都不能很肯定 坦白说 总是跟我以前 玩的时候 已经有点不同了 Fuck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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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跳下水 啊 跌死了 失败 好 不要紧 哈哈 幸好不是 带了很多值钱的东西 出来 那这样我还需要 多少少少时间 去找新的 这些动物的位置 在哪里 就可能这一集 就没有什么情报 可以 好 好了 我们又回来了 这样呢 我这一集 補回彩蛋 那其实呢 就是这样的 我呢 其实上一次 我们在这里死了之后 我又再回来一次 那现在其实 已经是我拍上一集 两天之后的事 那回来 收拾一些装备 这边再死多一次 刚才我死了 我放在这里 这样呢 其实呢 最后我发现 我和我本身 要去的目的 就是把劍似虎BB 是差一点 所以呢 那次呢 我是拿了 劍似虎BB 走的了 今次我想再做一次 拍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我们上岸之后呢 一样 像是斜路上去 那我们会见到我们的敌人 所以我们要小心点 去袭击我 哇 哇 扣好多 扣好多 那我们沿着这条 斜路再上去 那我们沿着这条斜路再上去 对啦 其实我们尝尝需要 S走的 对啦 那这边呢 我们会见到有两只 劍似虎BB的了 那当然呢 撿他的时候要小心点 有一只手在哪里 在这里 看来我们被一只劍似虎BB走掉了 在哪里呢 我们会追回他呢 糟了 已经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正见之虎BB 就是这次拿了一只 这次 既然是这样 我们唯有逃走 好 好 那我们成功逃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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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养两只劍似虎BB 这边是劍似虎BB 这样呢 我们会再放在这个 劍似虎BB要吃的东西 到时候 你们就会清楚 怎样养 好 我们将来的 好 好 啊 好 好 好